大家都知道篮球比赛是看分数的,那个球队得分多就谁赢,然而赢的话,就得将球投进篮筐,所以球员会想尽办法将球投入篮筐。 大家看一下NBA单场最多投射记录,看一下有谁,且是如何投篮的单场最多罚球投射记录两场39次第一场。 在2012年1月12号,勇士与魔术的比赛里,获华德整场获得39次罚球,命中21个,达53.8%命中率,最后整场比赛得到45分23,蓝板三助攻四降断二盖茂,魔术击败了勇士。 第二场,在2013年3月12号,胡人与魔术的一场比赛里,获华德整场获得39次罚球,命中25球,百分之64.1%,最后整场比赛拿下39分16蓝板二助攻三盖茂,最后率领胡人击败魔术,单场最高投射记录。 13次在1962年3月2号,勇士与尼克斯的比赛里,张伯伦四节分别拿到23分、18分、28分与31分,整场投了63中了36个,32个罚球进了28个,总共100分。 这100分的效率真的非常高,达57%命中率,单场最高三分投射记录,22次在2014年4月6号。 尼克斯对阵热火的比赛里,JR整场三分数出手22次,命中10个3分,45.5%的命中率,整场一共出手28投11中,最后拿下32分5来百分助攻。 在这个数据可见JR真是一把神经刀,才进一个两分球,别的都是3分得分,且三分球出手22次,比二分出手多16次。 真的太疯狂了,还好三分球命中率还可以。